大家好 今天我们这堂课讲的是新闻内APP的项目设计 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货代 不好意思 是互联网的货 是2002年开始从事互联网软件行业的设计 已经有14年的大概的经历了 目前我是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当设计总监职位的 那就不再吹牛了 以后如果说我们现在有机会见面的话 我们再深入沟通一下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新闻内的APP的UI设计 我们课程会分为三个部分 一个是前期的准备工作的讲说 还有一个就是中期的实操设计的解说 还有就是后面一个总结部分 首先拿到这个项目 我们肯定不能说 一般肯定不会说就是坑加坑加 就马上做起来设计起来了 肯定要对这个项目进行分析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需求沟通 所以呢 我个人认为拿到一个项目 然后在做UI之前 首先沟通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 如果说没有把这个事情给理顺的 没有把沟通沉入的 有可能你做了 但是你做的那些东西都等于白做了 所以呢 一个好的设计师 跟用户沟通 跟客户沟通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 所以我就花了点时间 来跟大家讲一下 可能有些同学他还没有 有联谋过一些UI的一些界面 但是还没有真正到项目当中去 所以呢 这个简单的一个项目介绍 是蛮有必要的 沟通主要是针对于哪些人沟通呢 一个APP如果相对大一点的 如果是一个像新闻类的这种APP 通常他会有一个产品经历 甚至还有一个产品总监 不好意思啊 这里写错了 因为是产品总监 那如果是说公司稍微再大一点的话 他会有每个公司里面都一个设计主管 甚至是设计总监 那作为我们UI设计师呢 要么就跟设计总监沟通 要么就跟产品经理沟通 或者是跟产品总监沟通 那如果你是跟产品经理一起 还完成这个UI呢 那你就要跟产品经理好好的去沟通一下 我们这个产品它主要结构是什么样子的 它都有哪几个部分 那你就要跟产品经理好好沟通一下 我们这个产品它主要分为哪些部分 然后呢 它依次最重要的是哪个 接下来二级三级页面是哪一些 然后呢 我们这个产品呢 大概多长时间要上线 那什么时候呢 需要是我UI设计所要完成的一些时间节点 这些都沟通清楚了 做起来会相对轻松一些 所以说呢 沟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理 可以这么说吧 真正呢 一个比较好的UI设计师 一定要经历起万人的折磨 有点过分了 是不是 当然 也有一些比较好的产品经理了 比如说 像这张图我就蛮喜欢的 像这样的产品经理 是不是啊 我假设这位就是UI设计师 那我们就应该深入的沟通 要好好的沟通 要沟通出感情来了 那你以后的工作就非常好做了 当然有很多那个 产品经理是男的 那我们UI设计师女同志呢 那肯定就很有意思的 我以前的公司啊 就有很多是UI设计师是女的 非常痴情 好了 这是题外话 那当然了 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这个课题 就是新闻类APP的UI设计 那刚才讲的 首先我们要对这个产品的整个架构啊 要了解 那接下来我们就大概熟悉一下 我们这个新闻类的APP的 它整个产品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 好 那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 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 新闻类APP的一个 整个页面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 好 大概是这样子的 每一个APP 它肯定都有一些基本的内容 比方说它的启动页啊 它的首页啊 它的内页啊 还有它的登录页啊 这些 这是最基本的 那都有我们这个 那个楼市头条 我们这个产品的名称叫楼市头条 它有哪些 那个核心的页面呢 一个APP完整的话 它一定会有个启动页的 这是绕不过去的 第一眼让大家看的 就是这个了 这个就是首页 首页呢 有菜单 有班呢 有列表 列表点进去之后呢 就是这个新闻的详细页了 再往下走呢 我们当要对这个 新闻的详细页里面的某一条新闻 进行评论 或者是点赞呢 你要先登录 然后呢 这边呢 这边呢 是一些点赞的列表 然后呢 如果说我要对这个 这个新闻的内容进行搜索 然后呢 对整个新闻的 那个图片的设置 做一些流量上的一些控制 那还要有这些功能 那这些就要那个 又引到这个APP的一个导航 导航 导航页面了 菜单的导航 那我们 因为它是一个螺丝头条 是属于一个房产类的一个资讯 那它很 房产类的资讯 就有地域性的限制 所以呢 会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面 就是那个 城市的切换页 那这些呢 基本上的话 就是构成了我们这个APP的一些 主要的一些核心一面 还有一些是交互页面 我这里没有把它具体的提醒出来 那往后这两个的话 是简单的给大家列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 产品哪个产品 都会有它的引导页 那这个引导页呢 其实也还蛮重要的 它做得好与不好 会直接影响到 最新用户 它要不要下载你这个产品 或者说 不是说要不要下载你这个产品 它会不会深入的去看你这个产品 对你这个产品 有没有兴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页面 当然这里面呢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APP store上面的 那个产品介绍页 是看一下 大家从这个五个介绍页里面去看 这个产品值不值得我去下载 这个产品呢 它从这简单的界面上表现来说 有没有什么可看的点 如果说不咋的 连第一眼我看起来都不咋的 那可能很多用户就不会去 不会怎么去下载了 当然出了一些很牛逼的一些 垄断性的行业 那我们就不说了 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好 那大概呢 我们整个这个产品的 这个基本页面就是这些 好那这节课我们就先讲到这边 谢谢 谢谢